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还有这个蜡猪脚和排骨啊 对 给他们寄点过去 他们得要过年才回来 然后那天打电话他说有点想念家了 然后我就给他寄点这些东西过去 来来来 我给你拿 你别在这路边站着了 不安全 走 去车上坐着 好吧 这正好也碰到你了 怎么想着在这里等车呀 这里不是坐车方便吗 车来车往的 然后那下面不是有一个站台就可以有车啊 但是那趟车还没来 我等了半个小时了 放下 放下 背这么多东西很重的 谢谢 放这里吧 要不这样吧 我正好要去上面送了货就要回去 你就坐我的车去县城吧 方便吗 那肯定方便啊 你去哪里东南西北都方便 真的吗 真的 就是要耽误你一会儿 因为我要上去把货给大家送了过后就下去 好吧 我没事 我的话就等着 因为周五嘛 不是接小宝 就早一点点嘛 还要去接孩子是吗 对对 今天周五了呀 哦 你看这么大的太阳 你给我打个电话嘛 我上来接你也是一样的呀 那不是你挺忙的吗 怕你没时间以后才忙的 你先别在这里晒着了 去车上坐一会儿 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上车啊 谢谢 坐着啊 我把那个空气给你打开 你就等我一会儿 我上去把货送了 咱们就回去 好的 去县城 好的 好的 哇塞这么不好 小小 哎 东西我放到后面放好了 好的 那咱们就出发了呀 走吧 出发吧 哎 你安全带还没系啊 哦 来来来 我给你系上 哎呀 这个咱们安全嘛 还是安全意思要有 防患于未然嘛 是不是 出发 好 走吧 哇 小小 你看 这里好漂亮啊 对 挺漂亮的 这应该是个观景台 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 我们每次下山的时候 就可以动作这里 你知道这里呀 知道这里呀 那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 好吧 那来得及吗 我一会儿不是还要去换工 来得及的 你待会儿 我直接把东西放到我的门室上面 因为我门室每天都要出货嘛 嗯 然后到时候直接让快递给你发了就行了 你把地址给我 那方便吗 麻不麻烦呀 哎不麻烦 怎么能说麻烦呢 哦 好吧 那讲 因为今天你看天气这么好 而且也难得这个在山顶上面看山下的话 风景特别舒服 我想拍点照片分享一下 发个朋友圈 好的 可以 但是我在想 我想把 就是 我慕之所及的美好 一起拍到照片里面 可以呀 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吧 那你待会儿 就 我想把慕之所及的美好呀 你说的是我呀 呃 对 那好吧 那咱们就去拍点照片 好吧 走吧 哇 小小 这个风景真的绝了 好看是吗 对 呃 不光你看 这不光风景好看 人也美 你知道吗 你呃 你笑起来真的很甜 很自愈 喜欢看我笑 呃 我相信 都喜欢 你看那边 伊凡 看那边 是不是很好看那边 很好看 很美 你不要吃饭我呀 我我要拍照片 哈哈哈哈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害羞了 呃 难得 今天 今天天气还不算很热 刚好这个阳光也合适 嗯 你拍风景呀 别老是拍我 我再拍风景啊 哈哈 挺好看的 对 呃 没 哈哈 我都害羞了 小小 嘿 我刚才还忘了问你 嗯 你在那边等车 呃 我碰到你都已经两点多了 啊 那会你吃午饭没有啊 我今天上午忙着去收拾了 没吃午饭 不饿吗 不饿呀 你你确定你不饿 好像有一点了 嗯 正好咱们停车的这里 呃 四个鱼装 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他们说很出名的那个鱼装 对啊 我一次都没来吃过 没来过啊 嗯 那咱们去吃个便饭呗 啊 不用了 你太破费了 我一会儿接了小宝 我回去做饭一样的 哎呀 你这个我怎么说你啊 你看你下去要一个小时 然后接完小宝放学回家 也要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做饭 那得多久了呀 哈 对吧 而且你本来你的身体体质就差 啊 你也要按时吃饭呀 太破费了 我之前我都习惯了 我一个人没事的 你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我不想让你破费 哎呀 其实我也没吃饭 我正好没吃饭 所以我 你没吃饭是吧 对啊 我才问你的 要不咱们就去吃个鱼吧 那个鱼白白 白白嫩嫩的 又有营养 那那好吧 啊 走 那你要破费了 哎呀 这个身体健康跟钱比起来 肯定身体健康重要 怎么能说破费呢 好吧 走吧 走吧 来 公主请下车 嗯 待会你进去点那个鱼哈 你看你想吃什么鱼 你就点 好吧 就你的 你喜欢的口味 走 慢慢点 不要破费了 哎呀 舒适 来小小 菜上了 咱们吃饭吧 好的 吃饱受煮 再去接孩子 别饿着肚子 好 夜以沉默 心事向谁说 不肯回头 所有的爱都错过 别笑我懦弱 我始终不能猜透 为何人生 担担 前面是不是就 小宝上学的幼儿园了 对 我们走快一点 然后他放学了 这家店也关门了 什么店 一家小吃店 以前天热的时候 然后小宝就是 不是吃小吃吗 吃过这家 一个甜品挺好吃的 叫冰醉豆花 挺好吃的 可能他生意太好了 就卖完了呗 对 咱们赶紧去接孩子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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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赶紧去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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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